今天咱们来说一起发生在大山深处的案子 湖北省建史县的东平村地处大山的深处 这个小村子道路崎岖地势险峻 因此它和外界沟通并不多 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时间距离我们也非常近 2015年11月4号的早晨8点钟 这个小村子当中有一个林场 在这个林场里早晨8点 到了吃早饭的时间了 但是工人们来到食堂之后 却发现平时给他们做饭的厨师陈大姐今天不在 那早饭自然也就没有了 林场的厨房里面是空无一人 陈大姐当天也没有请假 明明昨天晚上大伙一起还看电视呢 今天怎么就不见了呢 林场职工们赶紧来到陈大姐的家里 但是陈大姐家并没有人 他家门紧闭 从外面上了锁 看起来应该是出门了 有人拨打了陈大姐的手机 但电话始终是关机状态 这个情况让大伙感到非常奇怪 如果说陈大姐是有事耽误了 在通常情况下 他都会安排其他人来给他代班做饭 但这次直接没人了 这不是他的风格 陈大姐这人虽然说脾气比较硬比较直 但人还是很热情的 一直很负责任 在这上班六七年了 从来都没有出过差错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 让大伙感到非常意外 几个人又围着整个村子 转了好几圈 但还是没有发现陈大姐的身影 于是有人提议 咱们报警吧 警方接他报案 不久之后也赶到了这个小村子里面 首先他们来到了陈大姐的家里 陈大姐家距离林场 直线距离最多只有一公里 从林场走到家里 一般也就只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 况且中间这段路也不算是难走 所以陈大姐现在不见了 没有人会认为陈大姐半路 可能遇到了什么意外 总不能说陈大姐半路迷路了 或者说不小心掉下悬崖了 这不太可能 陈大姐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 这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在陈大姐家的门上 挂着一把锁 锁是锁住的 那由此看来 也就有两种可能性 要么他昨晚根本就没有回家 要么今天一大早 他就离家外出了 于是警方首先询问了周围的邻居 但是没有人在昨天晚上 或者今天早晨见过陈大姐 只有一位邻居表示 今天早晨六点多 他出门的时候看了一眼 发现陈大姐家的门是锁住的 当时他还很奇怪 那么这也就表示 从早晨六点多开始 陈大姐就已经不在家了 如此一来 也就把他失踪的时间 向前推进了一个多小时 但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线索了 而且陈大姐平时又是孤身一人 都是独自居住 这也让调查的难度 又上升了一点 他早年丧夫 带着一双儿女是艰难度日 后来陈大姐的儿女都长大了 有了自己的家庭 他就只能开始一个人生活了 不过九年之前 陈大姐和同村的一个姓吴的单身汉 咱们叫他老吴 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不过生活了几年之后 两个人好像是性格不合 又分开了 但尽管如此 陈大姐失踪之后 老吴带着自己的儿子小吴 也还是积极的帮助寻找 毕竟之前还一起生活过 有这份旧情嘛 所以对于陈大姐的失踪 老吴当时对警方也提供了一种猜测 一种说法 老吴说 在不久之前 陈大姐被检查出肺部有肿瘤 当时她四处求医问药 但是结果非常不乐观 县里的医生说 陈大姐这个病啊 如果去武汉治疗 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治好 后来陈大姐东偏西凑 终于把这个肿瘤切除手术给做了 但是最终能否彻底康复 还是一个未知数 那么陈大姐的身体情况 大伙是有目共睹的 而陈大姐自己似乎也是比较消极 当时出院之后 陈大姐没有再回到医院 做过后续的检查和治疗 就这样一直扛到现在 所以说在这个找人的过程当中 老吴父子呢 就提供了这种说法 说有没有可能 是他一时想不开 走上了绝路呢 但是根据大伙的分析 说这种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小的 你看啊 陈大姐家他家门紧锁 上班的临场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异常情况 如果说陈大姐想不开要自杀 那为什么还要专门的把家门锁上去外面自杀呢 他多少也得留个遗书啊 同时这陈大姐的儿子和女儿也表示说 母亲这身体虽然说是有这个病 但是他不可能自暴自弃 那不太可能自杀 看现在这情况 手机关机 家里没人 门上锁了 儿女亲戚那儿呢 也没有任何线索 这小山村地方又偏僻 说陈大姐独自一个人步行出门 这可能性是几乎为零的 这些情况一步一步反馈过来 大伙就越来越感觉 陈大姐恐怕已经凶多吉少 警方推测 陈大姐呢 要么是遇害了 要么就是被拐卖了 时间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大伙的搜寻有了新的发现 通往村子外面的唯一途径 是一条盘山公路 盘山公路咱们都知道 公路的一侧是山 另一侧就是悬崖 那有人当天早晨在悬崖边上 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 带雪的塑料袋 这个袋子是空的 它挂在悬崖的边上 那这个情况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观察这袋子 发现这雪迹呢 比较新鲜 应该是最近一两天留下的 而陈大姐呢 也是昨天刚刚失踪的 如果说这个袋子和陈大姐的失踪有关系 那么陈大姐 毫无疑问 不是受伤了 就是遇害了 从发现塑料袋的地点来看 它正好在悬崖的边上 看起来呢 好像是有人要往这悬崖下边扔什么东西 很有可能就是陈大姐的尸体 那这个悬崖的深度 往下一看目测 大概有这么一两百米左右 而且从上面往下看 看不到底部 所以警方的决定 去这个悬崖底部去一探究竟 看这个人到底丢了什么东西 讲端节说 来到这两百多米深的悬崖下边 警方果然第一眼 就发现了陈大姐的尸体 观察尸体 发现这身上有很多处擦伤 头部有一处明显的被击打的伤痕 看起来应该是顿气击打造成的 但是好像不是致命伤 致命伤根据观察应该在脖子上 因为他的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 之后通过试检 的确他的直接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 说白了就是被勒死的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是 整具尸体的状态非常奇怪 被绳索结结实实的捆绑着 绑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这绳子先是在他的脖子上 绕了很多圈 然后把这尸体蜷缩起来 这绳子过来之后 从膝盖的后面绕过来 把这尸体给捆成一团 然后一连绕了好几圈 整具尸体就捆成一个球了 最后在背部又打了三四个结 看着样子是怕这绳子松开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另外从这个现场的情况来看呢 悬崖底部肯定它不是第一现场 它肯定只是一个抛尸现场 很简单 因为这尸体周围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 也没有血迹 陈大姐的这个头部 有伤痕流血了 如果说这里是第一现场 那么地上肯定是有血迹的 而且顺着这个悬崖望上看的 这个悬崖 它不是说直上直下的 是那种山坡式的 那样的一个悬崖 能够看到 在这个山坡上 好多这个植物 都被压倒了 而且是自上而下压倒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陈大姐的尸体 是被人从那个悬崖上面 给扔下来的 把这些植物都给压倒了 那这么看的话 难道说上面发现塑料袋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第一现场吗 警方就又来到这个悬崖上面 对这块区域 做了一个仔细勘查 但是也没有发现血迹 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之类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不是第一现场 那观察这块区域 首先咱前面说了 这个地方呢 是在盘山公路的边 那从这个情况来看看 既然说这是公路 也就是说呢 凶手应该会有一个 交通工具 或者说有一个什么工具 能够运这个尸体 从第一现场 把陈大姐的尸体 运到这来 再扔下悬崖 进行抛尸 那么他用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呢 用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在公路上呢 很难看到这个车轮的痕迹 都是厘清公路 所以说很难判断凶手 他使用的是什么交通工具 那警方当时就只能推测 凶手他运这尸体 用的是什么 肯定不是汽车 不是拖拉机之类的 应该也不是三轮车 为什么呢 这个咱就不得不佩服 警方这个观察能力 和他们这个思维发散能力 你想啊 如果说凶手他有车的话 或者说他有拖拉机 有三轮车的话 那么他没有必要把陈大姐 这个尸体呢 绑得这么严实 绑成一个球 而且打好几个结 那如果说他有车 他只需要把这尸体 弄死之后 扔到车上就行了 到地方直接扔下悬崖 他还捆个什么劲呢 多此一举 所以说既然说 他把尸体捆得这么结实 绕好几圈 捆成一个肉球 还打好几个结 别怕这绳子松开 为什么 只能说明 凶手是为了更好的 把这具尸体 放在自己的工具上 防止尸体掉下来 方便运输 所以说警方就分析 凶手使用的这个工具呢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他需要靠绳索的捆绑和固定 才能让这尸体 在上面待着 防止尸体掉下来 所以这工具应该是什么呢 警方主要倾向于两种 一种有可能是摩托车 或者自行车 把这个尸体 放在后边捆在车上 捆成这个形状 可以理解 那再一种有可能 凶手是步行过来抛尸的 那么步行过来 他应该背了一个那种背篓 山上村里边常见的背篓 把尸体放在背篓里边 来过来之后扔下去 那现在这个尸体的发现 其实对于凶手呢 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一个规划范围了 很简单 既然说凶手 他的使用的工具不可能是车 那么他是外地人的概率 就很小了 有可能是当地人 再不计也有可能是周围村子的人 于是警方就对东平村当地 以及附近的几个村子 展开了一个地毯式的调查走访 看看谁家有这个比较可疑的自行车 摩托车之类的 或者那些背篓 看看有没有奇怪的 与此同时呢 他们还对发现尸体的这个悬崖 做了进一步勘掌 从上而下 看看悬崖的这个中部山坡上 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这么一查呢 情况比较乐观 很快 警方就在这个悬崖的这个半山坡上 发现了一个碑楼 就刚前面咱说的 村子里边常用的碑东西的 那种比较大的大碑楼 而且在这个碑楼内部呢 有大量的血迹 后来经过检验 这个血迹 就是陈大姐的 也就是说呢 凶手 他是使用碑楼进行抛尸的 那这样的话 这范围就进一步的缩小了 使用这种碑楼 肯定就是本地人 那么这个碑楼的出现 可以说 也印证了之前的猜测 它很可能是破案的一个关键线索 那么下一步 警方就要找到这个碑楼的主人 碑楼的主人 有可能是凶手 如果不是凶手 那么跟凶手肯定也有关系 那么寻找这碑楼的主人 怎么找呢 警方问了问村民 村民们就介绍了村子里面的一个杨师傅 这个杨师傅 有一手硬功夫 他边的碑楼皆是耐用 附近几个村子里的碑楼 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做的 那这下就好办了 警方就拿着这个现场发现的这个带血的碑楼 让杨师傅辨认 杨师傅看了一眼就非常确定 这个碑楼确实是自己做的 而且给谁做的呢 给陈大姐做的 给死者做的 那也就是说啊 这碑楼是陈大姐的 这碑楼不是凶手的 这个多多少少有点让人意外 不过也在情理之中了 很少有凶手说会笨到用自己的工具来抛尸 那么至少目前通过这个线索 可以确定案发的第一现场 应该就在陈大姐的家里面 因为如果说不在陈大姐的家里 那不可能拿一个陈大姐家的碑楼啊 于是警方马上就找来了这个陈大姐家的钥匙 从他这个儿女那拿来钥匙 打开这大门 进到陈大姐家里进行调查 但是这个勘察的结果呢 让他们非常的意外 怎么回事 在陈大姐的家里 警方没有发现任何的作案的工具 或者说地面上 血迹 打斗的痕迹之类的都没有 这很奇怪 难道说这案发的第一现场 不在他家里吗 那陈大姐家的门为什么是从外面锁好的呢 那么陈大姐在遇害当晚 她有没有回过家呢 是回家之后又外出 在外出的时候遇害的吗 这一连串的问题一下子变得全都不确定 因为现在没有有关凶手的一个直接的线索 所以警方只能开始对抛尸现场 以及陈大姐家附近的住户展开一个调查走访 这抛尸现场距离陈大姐家距离比较远 有大概十公里左右 那么凶手他很有可能是半夜作案抛尸的 这距离很长 如果说想要作案不被人发现 那应该就是半夜赶 所以警方就对这段时间当中外出的村民 做了一个重点的排查 这么一番排查果然还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在排查的过程当中 警方获得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村子里面有一个司机 三十来岁姓陈 咱们叫的小陈 这小陈呢 他在陈大姐失踪当晚 当时他开车从村子外面回村子里 那么在开车回家的这个路上呢 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当时小陈开着车 沿着盘山公路回家 那么就在快开到村子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盘山公路边上 有俩人在那站着抽烟 一边抽烟一边聊天 这大晚上的一片黑咕隆咚 刚拐过弯来 发现这公路上冷不丁的 突然出现这俩人 着实把小陈吓了一跳 那也让他感到很奇怪 所以把这事就记住了 而且更奇怪的是 就在当时车开过去的 那么一瞬间 这两名男子 突然把手就抬起来了 然后全都把自己的脸给挡住了 这个情况太奇怪了 大半夜的不睡觉 站公路上抽烟 还不让看 而且这个时间呢 他又正好很有可能是凶手作案的事件 那所以说这两名神秘的男子 马上也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俩人究竟是谁 他们会是凶手吗 这案子发展到这儿 可以说比较关键的点终于出现了 这两名神秘男子和陈大姐的死亡 有没有关系 之后 还有没有其他的新的线索出现 在上级当中 咱们说到 发现了陈大姐的尸体 同时警方又推测 凶手作案的时间 应该是在晚上 所以对当天晚上 所有外出的村民 做了一个详细的排查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村子里的司机小陈 他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 说当天晚上 发现了两个神秘男子 这俩男子大半夜不睡觉 在外边抽烟聊天 而且还不让看 挡住脸 这个情况很奇怪 他们是何许人也呢 目前还不太清楚 因为随着警方的继续排查 警方又发现了更多的线索 除了这两名神秘男子 在调查陈大姐的人际关系 的过程当中 警方还查到了 另外一个信息 说陈大姐有一个 跟他关系非常好的邻居 姓张 那咱们就简称 这邻居叫张 几年前 这张带着一家人 搬到镇上去住了 然后就请着陈大姐 帮忙照看自己 在村子里边的房子 和那几片田地 陈大姐呢 是个热心肠 欣然答应了 但是没想到啊 这也让他卷到了 一场纠纷当中 村子里边有一户 姓雷的人家 咱们叫他雷 这个雷呢 一看张去城里住了 家里这地呢 也不用了 他就私自占用了 这张家的一块地 自己种点东西 那张知道之后 当然就不同意了 就跟这雷呢 打官司 于是 有关部门 就到村子里边做调查 陈大姐呢 就出面 为张做了证明 说这块地呢 确实是人家张的 不是雷的 所以这雷打官司就输了 因此这雷啊 就对这陈大姐 产生了怨恨了 那这事呢 其实人家陈大姐 就说了一句公道话 但是村子里边 有很多人不明所以 他不知道这事情的来龙去脉 所以有一些人就感觉啊 这陈大姐是不是偏向张家呀 哎 果不其然后来没多久呢 陈大姐就摊上事了 后来有一天 陈大姐家门前的公路 被这雷给挖断了 哎 雷这是为了报复陈大姐 陈大姐一看 生气了 他就到这个村委会去反映问题 经常找到这个村委会 要求给解决 后来呢 甚至还闹到这个派出所 等等各种相关部门 那这一闹腾啊 就导致雷家更恨这陈大姐了 那导致雷大姐和陈家的关系 越来越紧张 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 凶手会不会是这个雷呢 这是一个直接的矛盾点 他和陈大姐是有矛盾冲突的 明明是这个雷自己不占理 打官司输了 导致跟陈大姐出现矛盾 现在把人家路挖断了 陈大姐呢 脾气硬又直 针锋相对 现在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肯定是后来矛盾激化 把陈大姐弄死了 一开始很多人都这么猜测 当时警方也这么想 于是呢 就对这场风波当中 那涉及的各个人物 以及雷当天晚上的这个时间线 他干了什么 去哪了 做了一个详细调查 但是在一番调查询问之后 发现这个雷在案发当天 他没有作案时间 这就奇怪 而且这起事件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后续 这个后续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 说雷和陈大姐之间的矛盾 后来在各方调解之后 勉强化解 陈大姐家门前的这个路呢 也被修复了 但是这事并没有就此罢了 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在这起事件结束之后 陈大姐一看 啊 挖断了门前的公路 这个办法挺好 陈大姐呢 竟然也开始如法炮制 他把另一家人门前的路 也给挖断了 他把谁家的路给挖断了呢 把老吴家的路给挖断了 这个老吴是谁呢 细心的朋友应该能够想起来 在开头咱们说过 陈大姐他早年丧夫嘛 后来他跟村子里边一个姓吴的 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呢 性格不合又分开 来这儿这个老吴 就是当年一起生活的那个老吴 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要挖断这个老吴家的这公路呢 因为当时啊 在陈大姐和那个雷撕逼的时候呢 老吴站在雷那边了 那帮着雷家指责陈大姐 这陈大姐一看肯定生气 虽然说 咱们因为性格不合分开了 好歹一起生活那么长时间啊 那现在碰见事了 你胳膊肘子往外拐 站在别人那 他越想越生气 所以后来呢 陈大姐呢 他直接就找到这个老吴家了 在人家里撒泼跟人闹 那搞得村里干部总来给调解 这调解来调解去呢 也不管用 陈大姐这脾气啊 后来是越想越生气 感觉不解气 有一天就直接过去 把人家老吴家门前的公路呢 也给挖断了 那这个事情发展到这儿啊 其实警方都迷糊了 也想不明白 你看这老吴跟陈大姐毕竟是夫妻一场 就算说老吴不知道这事 他来龙去脉 不知道具体情况是什么 不知道谁对谁错 但是你念在旧情的份上 也应该站出来 帮陈大姐说话呀 你怎么会帮那雷家呢 那这个事儿 其实还得从这俩人分开之前说起 多年之前 这老吴的妻子离家出走 家里边只剩下老吴和儿子 这父子两人相依为命 那后来这老吴呢 跟陈大姐组成了新的家庭 开始过得还不错 老吴他是能干少言寡语的 陈大姐呢 性格泼辣 脾气直来直去 办事是风风火火 这个性格特征 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最后来呢 在生活当中啊 陈大姐自然而然的 他就比较强势 比如说老吴平时做事 有点怠慢了 陈大姐不高兴 就直接开始骂 那一开始啊 人老吴难的 让着他 但这样时间一长了呢 慢慢的有矛盾了 那老吴这人老是 虽然说不会反击 但是他也不高兴啊 这个不满的情绪 慢慢的也在积累 那有一天 这老吴终于爆发了 有这么一个契机 前面咱也说了 陈大姐身体不太好 长了个瘤子 他去做了一次手术 那当时为了给陈大姐治疗呢 人老吴就拿出了仅有的两万块钱 来让这陈大姐治病 这钱拿出来了 老吴这也没钱了 所以说当时陈大姐手术做好了 养了一段时间出院了 一出院 老吴就提出说 想去外地打工 这也应该的 他儿子要结婚了 老大不小了 想提前给儿子攒点钱 但陈大姐呢 有点不高兴 他想你看 我身体还没恢复好 我刚出院 而且在家里有地啊 你种种地不行吗 也能帮忙照顾照顾我 他就不想让老吴出门 但是呢 老吴一看自己儿子小吴 是吧 马上得成家了 不能没钱 所以这次呢 老吴就坚持没有让步 坚持说要出去打工 于是乎得硬碰硬 俩人吵起来了 陈大姐这儿非常生气 闹来闹去 对老吴就嚷 你要飞走 那你别回来了 马上出门你出车祸 连咕嘴渣你都胜不下 走吧你 老吴呢 也不管他 真就走了 后来老吴在外地打工 干了一年 之后带着儿子 直接回到自己老房子了 没回到陈大姐这儿 可以说呢 这也就意味着 跟陈大姐彻底分开了 这陈大姐一看 哎呦不 这真不回来了 而且 现在事儿出来 这老吴还出来 帮着雷家说自己的不是 陈大姐 这情绪积压之下 他又不高兴了 他就跑到老吴家里边去闹 后来就把这老吴家门前那公路给挖断了 这才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到现在这个故事当中的两个矛盾点出现了 一个是陈大姐和雷家 这双方之间存在矛盾 另一个是陈大姐和老吴 这对老夫妻也存在矛盾 首先雷家的情况呢 警方已经调查了 前面也说了 案发当晚 雷应该是没有作案时间的 他是有一些人证物证都可以证明 所以现在两个矛盾点当中剩下的就只有老吴了 那么陈大姐的死会不会和老吴存在着关联 另外还有一个疑点 就是前面说到的司机小陈当天晚上遇到的两名神秘男子 这两个人会不会是老吴和小吴呢 于是警方就对老吴和他儿子当天晚上的时间线也做了一番调查询问 但是询问结果让警方很意外 老吴父子也没有作案时间 老吴这家人说 说10月3号晚上老吴呢 自己是在房间里边玩手机游戏 而小吴和儿媳妇也就是小吴的妻子 在客厅里面打牌 他们仨人是在10点钟左右就上床睡觉了 没有外出过 也就是说呢 司机小陈他遇到的不是这个老吴父子 这就奇怪了 现在两个矛盾点 这两个主角都没有时间 那那两个神秘男子是谁呢 跟这起案子有没有关系呢 怎么那么可疑呢 后来警方在一番调查之后啊 挨个问吧 问这俩人是谁啊 有人承认了 原来啊 这俩人是隔壁村的一对父子 当天晚上的这对父子外出办事 在回家的路上呢 走累了 爷儿俩就停下来抽根烟休息 可是你抽烟就抽烟吧 为什么当时还不让人看呢 还捂着脸呢 原来啊 司机小陈开车过来 那车灯亮啊 太刺眼 爷儿俩受不了 赶紧挡上了 可能小陈误会了 以为说他俩躲着呢 其实不是 人家是怕光刺眼 那这下呢 就比较难办了 可以说目前三条线索 全部中断 都没用了 那凶手是谁呢 难道说另有其人吗 也的确 这起案子目前看似简单 但是细究起来 发现这难点太多了 您看这线索 现在扒出来这么多 俩矛盾点 俩神秘人 但现在呢 全部作废都没用 而且案发的第一现场 现在也没有发现 陈大姐家里边 整洁如初 现在就连这凶手 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都还没有搞清楚 是仇杀吗 仇杀的话 这俩矛盾点里边 俩人都没有时间 难道是情杀呢 情杀不太可能 警方查了啥人际关系 这陈大姐就跟他前夫 跟老吴之间有一些感情关系 其他的没有了 那难道说是激情作案吗 如果说是激情作案 那确实就比较难搞了 警方这边也是迷迷糊糊糊 反复琢磨现在有的这些信息 当时也是多亏了一位民警 这个民警呢 他提出了一些疑点 这个疑点确实比较隐蔽 不仔细想 想不着 哪有问题呢 首先在目前警方掌握的这些信息当中啊 可以说唯一不确定的 是老吴这一家人 他们的时间线 为什么 因为老吴这一家人 他们说当天晚上干嘛了 几点几点在哪 这都是他们自己说的 他没有人证 没有物证 而相比之下 人家雷 雷家 他们那时间线 有充足的这个证明 咱们再看看老吴当时怎么说的 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 老吴说 当天晚上 他自己在房间里边用手机玩游戏 而小吴和儿媳妇在客厅打牌 他们三个人在十点钟左右就全部上床睡觉了 谁都没有出去过 好 这番话 仔细琢磨琢磨 感觉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哪奇怪 奇怪的点在于老吴说的这些信息太过详细 太过细致 而且不止老吴 问小吴 问小吴的媳妇 这仨人说的全都是这番话 都这么细致 那么作为警察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在某一件事情上 如果所有人把细节都描述的太过一致的话 这个事情它就显得不正常 为什么呢 咱可以自己想想 按照咱们平常的思维来说 如果说我们回忆之前某一天干了什么 那天晚上咱们去哪了 那么我们回忆起来肯定不会特别的清晰 都只会说 大概在什么时间干了什么 肯定不会特别仔细 因为每天千篇一律 我们不可能全都记住 但再看这老吴这一家人说的 都非常的仔细 而且当时老吴家这结构啊 他们家这仨人分别是在俩房间 一个东屋 一个西屋 一个客厅 一个是卧室 也就是说 这仨人彼此应该是看不到对方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又怎么可能知道 对方在什么时间在干什么 什么时间去睡的觉 中途有没有人出门呢 这不可能 那这么看的话呢 这确实也是一个疑点 根据这个疑点 警方决定把老吴的儿媳妇 作为突破口 毕竟陈大姐的直接矛盾对象 是老吴 老吴的儿子呢 相对有点沾边 唯一的和这场纠纷 没有直接关联的 那就是老吴的儿媳妇了 于是警方就对老吴的儿媳妇 展开单独的询问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告诉他 包庇呢 也是犯错误 也要接受惩罚 果不其然呢 他儿媳妇开口了 说当天晚上 老吴父子俩 确实出门了 八点钟左右外出的 十点钟左右回来的 回来之后 问他们去干什么了 俩人说去外面讨债了 并且叮嘱儿媳妇 如果有警察来问 就得说 他们从来没出去过 得 这儿媳妇一张嘴 水落石出了 这事肯定是老吴父子干的 于是警方马上 把老吴父子逮捕了 两人一看这情况 抖不住了 也全都招了 原来他们的作案动机呢 非常的简单 就是报复 当年老吴出门打工的时候 陈大姐对老吴说了 那么一番恶毒的话 死后连骨头渣都不剩 这老吴 跟陈大姐生活这么多年 本来就积怨已久 这更是怀恨在心啊 再加上后来回来之后 陈大姐还来闹 还把家门前这公路给挖断了 老吴感觉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乎就起了杀心 后来他把这个杀人的想法 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小吴 这小吴一看 也觉得一直以来啊 父亲受气了 委屈 当然得帮助父亲了 于是在那天晚上 父子俩来到了陈大姐家附近 躲在房子后面 在陈大姐出来准备去打水的时候 他们冲上来 用锤子从背后袭击了陈大姐 然后把他活活勒死 之后老吴的儿子小吴 用陈大姐家的塑料袋之类的 对尸体做了一个包裹 又随手拿了一个杯篓 装着尸体来到了悬崖边上 把尸体连通杯篓 一起扔了下去 而老吴留在陈大姐家里打扫现场 把血迹打扫干净 把东西都放到原位 然后锁上大门 去和儿子会合 之后回到了自己家里 这就是他们的作案的经过 从作案动机来看 从他们的作案手段来看 这是一起很简单的案子 就是因为老吴心头的一时怨恨 联手儿子杀了陈大姐 这气势消了 但是把自己也赔进去了 只能够在监狱当中 再度过余生 这起案子引发了我们很多的思考 我们中国人最注重的就是传宗接代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 能够实现我们未遂的愿望和价值 而老吴作为一名父亲 却把自己的孩子带进了歧途 着实让人唏嘘 从这个层面来看 老吴这个父亲当的 确实不合格 当时父子二人被捕的时候 小吴的妻子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再等仨月 二十三岁的小吴 就将为人之父了 一时的冲动 让原本出手可及的幸福化为乌有 父子俩的荒唐行为 不仅伤害了陈大姐一家 也影响了自己的祖孙三代人 我们常说冲动是魔鬼 但在面对矛盾和纠纷的时候 很多人却想不起来这句话 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 应该是缓一缓 沉下气来 寻找一个最妥当的处理办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